今天要記得把影片看到最後 後面有非常超值的抽獎 要記得把影片看完喔 Hello Guys! 歡迎來到Nekko 的開箱百家時間 YA! 今天在正式開箱之前 我想要先跟各位聊聊 大胸部女生的困擾 我想講很久了 就是關於男人只會focus在這裡的部分 嚴格說起來我覺得我的胸部沒有到非常大 大概就是75D 應該是均值上面一個cup 說大不大說小不小 一個剛剛好再多一點點的Zeiss 我沒有跟其他女孩子聊過 但這是我的親身經驗 有三件事情非常讓我困擾 第一個困擾 尤其是下樓梯的時候真的很痛 晃到痛你知道嗎 對我非常討厭體育課 非常討厭下樓梯 下樓梯都會用這個姿勢 然後大家都以為我是胃痛或是脹氣 其實我是在扶著我自己的胸部 第二 很怕外擴跟下垂 胸部大的女生真的吹得比一般胸小的女生還要快 在穿內衣這件事情上面就非常非常講究 我們必須用大量的鋼圈 大量的骨幹 把這兩坨肉固定在正確的地方 男孩如果不知道這到底多痛苦的話 歡迎你們去買兩根鋼圈 把它綁在胸前 然後再買兩顆水球 綁住那兩個鋼圈 並且原地跳動 我相信你們應該會覺得就是 還好沒有雞雞 三 身形不優 所有的困擾裡面讓我最困擾的一件事情 你們知道最近我也有出那個 一起來變身的企劃 其實很多的衣服 在比較有胸部的女生身上穿起來 都會顯胖 如果沒有腰線的話 你看起來就是上款下款 偏偏我又是離型身材 就是臀部非常非常的優秀的那一種 如果我不強調腰線 胸部看起來就會變得非常睽違 我就活脫是一根柱子 講了這麼多 今天要來開箱的東西是 好啦不開玩笑了 今天這支影片是跟LadyMe的合作 他們出了一件非常優秀的 一體成型的內衣 先跟大家講 我以前對一體成型的內衣 其實印象非常不好 我這個胸型 穿一體成型的內衣 通常就兩個下場 不是撐不住 就是穿不久 以往呢 我對內衣這件事情 我很喜歡就是把自己綁到一個步行 因為我從小就生肢 身型就是要用綁的綁出來的 所以我身上很多大大小小的傷痕 其實有一部分是因為我穿太緊的內衣 然後我很喜歡去抓它 一整天下來我的背 其實通常都會有很多的勒痕 那我完全不信任一體成型 裡面無鋼圈內衣 完全不信任 我覺得那種內衣穿起來就是舒服 完全不能集中 完全不能阻止外擴 完全不能有任何的機能性 就只是遮點而已 那一點用都沒有 女孩們你們要知道 胸部一旦外擴 那是一去不回頭耶 你們知道要讓 奔出去的墜肉回來 比讓前男友回來還難耶 那LADY ME他們跟我聯絡的時候 他們跟我拍胸脯保證說 他們的內衣很好穿 一體成型 而且很舒服 然後又可以有集中效果 我那時候是打死不相信 我真的試了很多無鋼圈的內衣 但是就是 舒服歸舒服 但是就something wrong 穿了一整天 該跑出去的都跑出去了這樣 我那時候就想說 沒有很想接 但他們還是熱情邀請我 而且他們很有自信的跟我說 你就穿穿看 穿了保證你喜歡 你不喜歡 再把東西退回來 然後說哇塞 口氣這麼大啊 好啊 那我就接受挑戰啊 結果殊不知 我到現在還穿著 真的很舒服 礙於YouTube尺度的關係 所以我會把一些我試穿的照片 丟在我的Instagram 這樣應該比較有動力 讓你們加入我的Instagram了吧 我自己穿下來的感覺 它沒有到 國王的內衣這麼的浮誇 你還是可以感覺到有內衣穿在上面 但它不會像那種 有鋼圈的內衣 就是可以讓你綁到全身上下就很緊繃 我甚至被有鋼圈的內衣 那個鋼圈刺出來 然後直接插傷我的皮膚 上我的胸下線現在是有一個很大的疤 就是因為那個鋼圈刺出來的關係 這件內衣我是真的覺得穿起來很舒服 如果你跟我一樣也有這種強迫性 然後很喜歡脫高集中 而且很在乎胸型的女生 這件內衣我是真的覺得可以考慮 它的價值對得起它的品質 另外這件內衣是台灣人做的 它原本是只有外銷國外 然後從國外轟回台灣 就是一個台灣非常老的廠商 他們用的布料也是很好的布料 相當透氣 你們要知道身為一個高雄人 我可以很300%的跟你保證 如果內衣不透氣 那跟自殺行為沒什麼兩樣 尤其是台灣的夏天 真的不要拿自己的胸部開玩笑 我真的是對自己的身體做了很多殘害性的事情 尤其是關於綁住這件事 因為從小就相信裹小腳 所以我就把胸部當成小腳再裹 裹出一個很漂亮的胸型 沒錯 可是同樣的也裹出很多哀傷的故事 現在科技已經進步了 既然有比較好的布料 而且可以穿著舒服 又讓胸部漂亮 何樂而不為呢 那這一次Lame呢 他們也很大方 他們除了給我優惠碼以外 對 如果你們要購買的話 下方有優惠碼 讓母親節到了 除了優惠碼以外 他也會另外贈送五組內衣加內褲 這樣一整套送給我的觀眾 就是你們抽獎 男生女生都可以抽 如果是男生 就幫自己的媽媽抽 幫自己的妹妹抽 幫自己的姐姐抽 幫自己的女朋友抽 幫自己的左右手抽 我覺得都很好啊 至於女生 你們要知道 一套內衣真的不便宜 而且她的布料是這種 斷面材質 超級舒服 為什麼 免費的不抽啊 那要怎麼抽出這五個名額呢 很簡單 我們老規矩 只要在影片下方留言 Hashtag Nekro5喵 加上 會呼吸的內衣 就有機會得到這一組內衣喔 我會在下個禮拜同一時間抽出五個人 獲得這組內衣 美修到了也沒關係 反正我有爭取到優惠嗎 你們還是可以用優惠嗎 購買這一組內衣 回家試穿看看 真的 不會後悔 好嗎 我真的是買過很多內衣 走過很多冤枉路 所以才坐在這邊跟你們講內衣 OK 你們要相信一個 就是把自己的胸部 從C Cup照顧到D Cup的女生 好啦那這次的開箱敗家時間 就到這邊告一告一告一告落啦 感謝Lemi這次跟我合作 我們就下一支開箱敗家時間再見囉 大家 掰掰 其實在Youtube上面 講內衣還是蠻害羞的啦 對 有一種 我剛剛到底做了什麼啊 的 的感覺 好 我去拍Instagram 大家掰掰 記得留言啊 掰掰 對 對